以前在那個地點是沒辦法進來的 因為屋頂全部垮掉 然後裡面長了兩個大雜樹 後面是看紅道的 結果把被棄屋清掉以後 發現地山洞很漂亮 那就沒有道理 屋頂再用這壁式的屋往遮掉 就做了透明的屋頂 晚上還做了夜景的燈光照明 很漂亮 那你看到這上面 你沒有看到任何的燈具對不對 因為它的燈都是用間接燈都藏在 桌子底下在長的旁邊後面 那這個是老街 西羅老街裡面 這個很少見的閩室建築 什麼老街上面 你看到的大部分都是日治實體 日本人做實驗的那種羊肉建築 那這一個可以證明說 這裡是漢林居住的一個空間 那這個一個長屋的房子裡面 有分三段 第一段是昭和年間蓋的 因為配合昭和12年1937年 市區改正的時候蓋好的 那第二段呢 是漢人來到台灣 他唯一會蓋的民室建築 那第三段呢 他是大正年間蓋的建築物 也是他們住的家而已 也是他們住的家而已 對 對對對 跟隔壁的宗表嗎 不同 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 那上面 上面英文字是什麼意思 上面的英文字 這個房子以前是賣三彩漁貨 叫做慶玉人 慶玉龍 後面啦 你說後面那一種嗎 那跟那個英文字 他現在在問 都同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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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慶玉龍 那他是賣三彩漁貨的 那我們介紹 你看到很多房子的欄杆 或者他的立面上面有一些英文字 你要怎麼去念他 用羅馬拼音去拼成日本音 這間也是你們 這間也是你們的 不是 這間也是你們的 可是我去邀請 那個企業進來使用這個空間 這個企業叫做 母公司叫做漢典食品 他為了新成立一個 用西螺醬油做出來滷味的一個吃品牌 這個魔晴白舊滷味 魔晴白舊滷味 我會介紹他進來用這個房子 他一開始 孤 孤 修復金會孤70萬 所以換到免費的6年使用同一書 我現在做過進來 可是修到最後花500多萬 還有多少 500多萬 70跟500 超很遠 為了求好 不能隨便拿桌子來用 對 為了求好 燈光都要間接燈光 有一天啊 大家在講到天花板的時候 我講說啊 這個要透明了 天花板才不會把第三鏡 遮蔽掉對不對 才可以看到這個 King永永西亞口 這個招牌在這裡 那大家在講的時候 我說在這裡喔 晚上有星際月亮可以看 很過癮對不對 那我多講一句話 我說 哇 那如果可以呼吸到星際空氣更好 那天花板就打開了 真的啊 這天花板可以打開了 這樣都花了十幾萬 那你說會不會越花越多 那後來就花了500多萬就對了 星空小 不好意思 你再講一下那個 剛剛我們在那個106.7年紀錄 你可以看到 民視建築裡面的招牌 很容易是 什麼塊的住址啊 羊啊 那招牌大部分是竹編夾林牆 竹編夾林牆 可是這一棟房子的招牌 不是竹編夾林牆 他用蘆維草去編織了 代替了竹片 那這裡為什麼會有蘆維草 拿來做建材 因為我們是一個口岸城市 我們是左水溪旁邊最大的一個鄉鎮 西螺是左水溪沿岸 好像最大的一個鄉鎮 那請問一下那個蘆維的那個東西 是是這次修復的時候 把它弄上去的 可是蘆維的東西 怎麼可以搞個80年還在那裡 對啊就是那裡啊 這些糧跟柱子 剛開始進來的時候 都沒有做太多的柱 就是防滷劑油板 然後用恐龜撒把它弄乾淨 所以他們比較辛苦 每天早上來 還是有很多會者會掉在桌子上 自然的 既然九二一地震沒有倒 以前沒有屋頂的時候 沒有都沒有斷掉沒有壞掉 就不會繼續再壞下去 所以這個柱子是以前的柱子 那個蘆維也是以前的蘆維 都以前的都以前的 沒有道理去去做任何加工 不是現在做的 但是這個是現在做的 剛剛是後面 這個是不能上去的 現在兩方目前沒有開放 OK 這個它前面是前面是做成這樣賣賣這個 賣賣美食的賣些什麼東西 我們來看看 賣一些滷味 賣一些滷味 這是其中一個古蹟活化的 然後完整天剩下的時候 我就自己自住 然後一機的車馬隔離 坐火車到Glanada的時候 我跟